最近几天天气炎热 国内一些地区因此发生灵火 雪中乌鲁雪兰额过去24小时 就有5处起火 烧毁了25英亩的森林 不过酷热天气不是灵火的唯一噪音 当中还包括人为因素 也就是非法公开焚烧垃圾 温暖地区因此 默哈默阿非安指出 乌鲁冷月的地势 大多数地方是森林 而且当地向来炎热多风 加上民众公开焚烧 因此很容易发生灵火 风势也会导致火势快速蔓延 如今天气异常炎热 当局预计可能会发生更多灵火 雪安娥消灵局已经做好全面准备 包括追踪热点 应对随时发生的灵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